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抵达了韩国 希望能够平息两韩的这样的一个紧张情势 而在台湾方面可能也是希望大家别太紧张吧 这是模仿节目呢 他们这回模仿的对象呢 就是北韩的国保主播李春基 他播报新闻的口气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好 她是李春基 我是她的翻译啊 现在呢我们就要针对南韩界被集成 发表我们的看法 搭上南北韩话题 北韩国保主播李春基也成为模仿对象 镜头前大谈对于南北韩关系的看法 南韩上人接受愚蠢的阴谋闹剧 还有可笑的味道来攻击我们 可恶公佩 其实呢北韩和南韩不一定要这么吵架嘛 我也很喜欢南韩的Super Junior啊 还有上女时代 身旁的翻译跟着足距翻译 只是翻译的长短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在这边呢说到这个啊 我真的是很生气气到我全身都发抖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漏尿的情形了 奇怪了我刚刚听我学韩文也学了十几年了 他刚刚主播讲的韩文跟第一段是一样的 问题翻译的出来怎么不一样 爆红的五贯阿伯叶富台也来参与咖 带着招牌动作让现场笑声不断 模仿节目用轻松方式讨论南北韩问题 也让现场气氛笑调摆出 中间新闻刘云军台北综合报道